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 千万不要让林俊杰翻唱歌曲了 因为他一不小心就会唱出自己的风格 就比如五月天的这首《知足》 就连之后就连本人听完 都忍不住公开表示对他的喜爱 直播演唱《飞鸟和禅》 一开口就注入了全新的灵魂 我栖息的叶片 去不同的世界 却从不存告别 藏海月的想念 比我我昨天 在握着手的项链 你却未看过一眼 原版喜丰了一出现 立马就火遍漩亡 唱出了那段我们永远也回不去的青春 而林俊杰的翻唱 更是赋予了这首歌一种全新的感觉 根据吃光网友的爆料 林俊杰为了满足粉丝的愿望 花重金购买了起风了的版权 就是为了在演唱会上 给粉丝们一个惊喜 不仅如此 林俊杰还曾在一档音宗节目 梦想的声音中担任灭梦导师的职位 但凡有学员敢挑战他 都只会听到梦想破碎的声音 而林俊杰本人 更是丝毫不想给原唱留点面子 哪怕是翻唱高难度歌曲领悟 林俊杰也是完全不在话下 那高音 直接把台下的火焰杯给超级眼了